8月25日时尚品牌秋冬时装展在香港拉开帷幕 当晚行光异议 陈冠希、杨谦化、王敏德、马世辉等军盛装出席 陈冠希以西装搭配帆布鞋依旧潮包现场 而杨谦化则移习黑色单肩裸穷礼服 让全场尖叫连连性感十足 今晚杨谦化的穿衣尺度可谓又有大突破 他表示老公不会介意今晚的性感亮相 只要穿得不丑能驾驭的即可 不会要求太多 没有他不管我的 他不要穿得很丑就没事了 就是没有把窝去把它弄好的那些东西不要碰我就好了 如果你自己穿得好的可以驾驭的好的话就没有关系 自烟传门事件后 陈冠希在香港娱乐圈就逐渐淡出 今日一书场就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 对于风之婚变问题关系不错任何回答 只表明日后会多放一点时间在香港 我其实很多时间在香港但是我搞生意 搞生意多了 我多些娱乐圈的东西是讲国语 其实不是非常适合香港的市场 看看明年一二年的时候 会再做多一点广东话 因为现在做多音乐 全部都是国语 没什么机会在香港可以做到任何东西 希望明年再focus 多些时间在香港做多一点东西 公子 去看誓最后 埗相亲 서울 vivir 必可以